電廠的蓄水沉沙池的瓶泥 主要當時就是利用它地形的高低沙 除了這一個瓶泥以後 它可以除蓄的 將助一萬噸的水 一萬噸的水 它這一萬噸的水 先暫時在這邊停留沉沙 然後呢 經過蓄足了以後 在發電、使用電的尖峰時間 就把這個水 經過一個轉沉的陣路 到軟橋電廠那邊去做發電使用 這並沒有自己的水利供應 所以發電用水就變成說 媽媽的像兒子 舊的跟新的福東鎮 來借水發電 也就是我們現在身背後所看到的 這個小型的電廠 它發電用水來自於新的福東鎮 那必須來做一個真正說法 那一直連續到今天 那也是我們這個電廠 是台灣最小的發電廠 所以真正的矽谷之源 它的水源跟它故事的起源 都是來自於軟橋的電廠 或者軟橋這一段的汽水口 上也是這些的用品 那當然在未經證實的是說 當年我們因為開闢這個足東鎮 發現有艱然馬師 也造就了足東變成 在日濟時代所人稱所深呼的 叫足東油田 也引起了民國二十六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派飛機來轟炸足東油田的這種 真實的歷史事件 這就是古國飛機炸足東的 真實的歷史事件 現在很快 進去到港 進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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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